不管是几个世纪以来 这个重男轻女好像就是华人 各种句子里面 其实都隐藏这样子的含义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就让中文老师来跟您 说文解制一下好吗 我们常讲说 这个人靠不靠谱 对不对 靠谱代表说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 各位 谱是什么意思 这个谱就是家谱 就是祖谱 你能入得了家谱 进得了祖谱 表示你是被肯定的人 你坐监犯科 或者是监营掳掠 通通会排除在祖谱以外 女人不入祖谱 但是太太 媳妇可以 但是也只有一个姓氏 所以也就是说 父系系统里面 男生代表的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传承 所以在这样子的观念底下 你觉得女人会不会受到影响 当然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往回推 就是说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 它真的其实是跟我们的 文化传承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捆绑来自于 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要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我们来帮忙一下 我们不能够改变他们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适应 或者我们怎么让自己超越 不要被这样的观念给捆绑 那么我必须先分享一下 阿德老师的一个信 这是他的读者给他的一封信 阿德老师你好 我是女生 家里有一个大我八岁的哥哥 跟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 父母一直以来都是很传统的人 比如说以后要靠儿子养老送中 所以财产会给儿子 家里一切计划也是以男孩子为主 从以前到现在 爸爸妈妈生病 都是我放下学业 工作奔波处理的 母亲过世 那些拜饭的工作也是我做的 几乎可以说照顾父母这类的事情 都是我要搁置我 暂时搁置我自己的人生去承担的 但我传统的父母并没有愿我多做 而给予女儿适当的尊重 我很愿意照顾我的父母 也知道我兄弟的不能 也明白父母说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都是重男轻女价值观下长大的人 我很努力试着去释怀爸妈的偏心 可是有时候还是觉得很痛苦 很想听听阿德老师的说法 也很期待可以找到一个 释怀这种痛苦的观点 阿德老师你怎么回答的 其实在重男轻女这样的观念里面 真正最大的受害就是男生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男生其实该学到的东西 该有了独立的一个可能的经验 都会因为这个过度的照顾而损失 其实一个人一旦被传统的观念绑架 即使在这个时代大家都不允许 不鼓励这么做 他还只能为这样的观念服务的时候 其实他是没有能力离开的 也就是这种孝亲是不能求回报的是吗 不是求回报的是说 我们要有一种体谅心 体谅他对我的付出视若无睹吗 体谅他没有能力给你肯定 体谅他没有能力给我肯定 是 哇 好深奥 应该是说 你想要被爸爸妈妈关心认同 其实没有好下场 哥哥跟弟弟就是一个下场嘛 渴望父母的关心与认同 只乃天性耶 因为那不是关心 他那个爸爸妈妈给这个哥哥跟弟弟的关心 是过度的关心 是在害他的关心 而且你如果看破 爸爸妈妈给哥哥弟弟的关心 跟给你的这种负担 这种差异 并不是哪个好哪个坏 其实这是出于父母不成熟的私心 很多人都会想要父母给一点公道的话 他会说我牺牲整个人生都没有关系 我终身未嫁也没有关系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肯定 但就卡着这个肯定得不到 我会跟他们说一件事 那你自己觉得你的付出 有没有很多 有没有很伟大 大到多大 我会请他想一句话 为什么父母没有能力去承认你的付出 因为什么叫大恩不沿谢 因为父母如果承认 他欠你一个大恩的话 他们要怎么办 他们要怎么做下去 那在传统的父母的认知里面 他们是承受不起说 自己作为一个很差的父母 然后牺牲了女儿的幸福 他是没有办法去承认这一点 而且有更多的重男轻女的父母 其实特别是母亲 他是把自己承受的那种委屈 就复制在女儿的身上 所以你要他同情你 就等于要他要对自己的人生提出叛逆 他要抗议说 我们女儿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 这太恐怖 因为他人生已经来不及抗议 来不及反转了 所以各位女儿们 如果还想要你的母亲觉醒 说这样对待女儿不对的话 你其实在逼他做一个很痛苦的事 他现在觉醒知道我的人生 作为一个女人好倒霉 然后他人生没有翻牌机会了 所以这时候其实 女儿只能自己开始去走自己的路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对那种 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 那个兄弟做对事情会得到加倍的赞 做到事情他会被加倍的掩盖 或者找借口找理由 索菲亚 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我觉得我学妹 因为我们念社工系真的看得太多 我这学妹她家是三个姐妹 然后终于生一个最小的弟弟 然后我比较熟的这个学妹是排养老三 两个姐姐年纪大一些些 然后生她的时候就想要生男生了 然后据她所说 她说她长大之后 也是听叔叔说 妈妈生完她之后 就是就在 因为又是女的 然后家庭都很失望 那还好她隔一年又生了一个儿子 那所以我这个学妹 我觉得她真的是上天给的命啦 她说她差点饿死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关心焦点都住在这个 最小的弟弟身上 她跟弟弟差一岁 对 所以焦点在弟弟身上 那她呢就是丢一旁 那有一天她就一直 蛮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哭 那大人就说是不是饿了啊 那爸爸就说没有啊 就刚刚有喂她喝牛奶 她就不喝啊这样子 那叔叔就说 那我还喂喂看 因为就泡在旁边嘛 然后叔叔摇一摇才发现 她连那个奶嘴的头都没有剪 就 nobody cares 就是把她当一个 好 等一下你自己喝这样子 就根本没有剪这样子 所以她就觉得她自己命是剪来的这样子 那还好她就是学业成绩很好 很优秀 然后甚至于念北韵 可是她这样念北韵你也有事 就是弟弟的话学业成绩比较差 然后爱玩不念书 这有一句飘准的台语 对 她常常被这样说 他们会说弟弟不好要念书 都是你这个老三这个姐姐害的 你给她压力太大了 你在学校这么优秀 你害弟弟那个 就不喜欢念书啊 因为在怎么念你太耀眼了 所以她干脆放弃 那所以她从小 就是这样被灌输了就觉得说 你们三个姐姐要好好照顾弟弟 这弟弟太被亏待了 弟弟又是今孙 就是家里家族里面的老大 然后长孙 所以从小真的是各种优渥 然后犯错呢 只要她犯错要管教 爷爷一定会出来 哎 不要啦 就小孩子跟他讲就好了 结果呢 所以大概到国中开始就开始 辍学啊 喝酒啦 他总是一直被原谅 那三个姐姐呢 就是你要好好照顾你弟弟 弟弟现在是不懂事 等他以后当兵了 他就会懂事了 他们就等 等当兵了 回来之后 去工作 没有一个工作可以超过两个星期的 然后为了要工作 你要买新手机给我 买给他 为了要工作 那你要买一台机车给我 好 贷款买给他 可是每两个礼拜又不去工作 要不如就是酒价 那这个弟弟到几岁才有工作啊 他其实国中毕业陆陆续去做 可是他通常做不了两个星期 然后就喝酒 就是生意好工作顺利 开心喝个酒放松一下 生意不好不顺心 喝个酒交愁一下 对 然后酒价就要开始缴罚单 然后家里就说没钱 就说你们三个姐姐要帮忙啊 他说那到底 我要被他这样子绑到什么时候 我的这个学妹 从高中就要自己办公办读 到大学领奖学金 就是一直要补贴家用 但现在还是进行事吗 好 他一直到家 爸爸爸妈就跟他讲说 没关系 弟弟等结婚了之后 就会成熟了 就会长大了 他说OK 好结婚 那大家凑钱 他去娶了一个 太太 然后娶了这个太太 没多久又把人家打跑了 OK 然后三个姐姐觉得快受不了 要怎么办 那我这学妹在大学毕业后 交一个女朋友 他爷爷就很认真的跟他讲 听说你交一个女朋友对不对 可是你弟弟还没有独立 所以他弟弟已经30岁 你弟弟还没有独立 你还没有 弟弟还没有独立 之前你不能结婚 那因为我们念社工系 所以后来老师是有劝他 他说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就是 先暂时跟家里分开 对 所以他后来就去中部念书 然后念硕士 然后切断了之后 再回来看他自己原生家庭 家里的反而会比较 珍惜他的父母 是